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席中国风水墨云旗袍 从中间一批两扮的奇葩造型 一脸无敌 没下雨 偏偏要打拔雨伞装酷的张天爱 一席镂空X造型长裙 全呈黑脸登场的 不仅如此 这一次的红毯 明星们装造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露 一个比一个奇葩 但是终究是在 一身看似女装的男装 全国出席本次红毯的张星成面前败下战来 接下来 请大家紧跟着小编的步伐 好好盘点一下这一次在上海举办的GQ红毯 一起吐槽一下本次红毯的战略之处吧 全员主打一个封批出场 要说这一次的GQ红毯 最出彩的 还数介绍明星出场的那位骚话连篇的旁白了 首先出场的张新宇 在旁白的一番嘲讽的介绍下 嘎直直接拉满 旁白直接嘲讽张新宇 今年拍了五部戏都还没播 只因她太过高傲 谁给提意见都不接受 这一点 从当晚的装造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袭黑纱歪字长裙 已经够惹眼 够暗黑风的了 张新宇非不听劝 偏偏搞那么多的廉价的钻石装饰 脖子上 肩膀上都被链子缠了个遍 而接下来出场的演员宋颜飞 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了 一袭清爽的吊带长裙 戴着一副猫爪 最起码可以看出几分可爱的样子 但是前提是不能扭头 因为宋颜飞一转身 那肉乎乎的后背靠着几根背带 乐得毫无美感 紧接着 一身大麻绿裹身长裙 这身的承销就出场了 那土味的绿色 配上裹身裙紧身的束缚感 加上一米五的身高 难道这是在东北时装中吗 镜头一了 承销脸上浓郁的黑眼圈 配上深刻的法令纹 俨然一副声无可恋的表情 加上腰间那层肉色的纱布 简直就是性缩利的代言人 紧接着 拿着一条毛绒绒小狗出场的李一彤 也穿了一身吊带绿色短裙出场了 但是 虽然李一彤的身材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这一次他的装造非常的细腻 单凤眼 烈焰红唇 精致的妆容 从珠莲后面一步而出 宛如一个精灵一般 非常的动人 唯一的不足就是当晚的这身装扮 真的是太过炸裂了 上半身看起来很清纯动人 但是下半身这个紧身开叉的长裙 也太难看了吧 走到都快跌倒了 说吧李一彤 近随其后的就是全程黑脸出场的张天爱了 也不知道是谁事先惹了他了 这场红毯就没有看见他笑过 一直是这一服孤方字上 生人物尽的表情 而且穿的这一身X镂空黑礼服也是非常的难看 身材根本称不起来这身服饰 一颦一笑 满脸的法令纹 与尾纹皱线 尽献其老太 与接下来出场的陈都玲来比 张天爱就像是个仙婆 陈都玲就像是个仙女 一身清零的白色长裙 肩披白色燕尾披风 真的是仙气飘飘 宛如天女下凡一般迷人 唯一值得吐槽的地方 就是陈都玲头上戴着这几根长白山人身了 远远地看上去就跟鸡毛插在脑袋上一样 影响了整体的美感 可以说有点话舌天足了 如果说陈都玲是仙气飘飘的仙女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周宇童 就可以称之为妩媚脱俗的神女了 这一头蓬松炸毛的大麻头 对脸拍都能这么地好看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得了的 当晚周宇童的服饰也是非常的亮眼 一身X交叉零碗礼服 身后拖着桃花粉长长的拖尾 非常标心立意 每一针对脸镜头 都是亮晶晶的感觉 要不然说是神女呢 因为无惧任何镜头 说了这么多女星 我们再来说说 接下来出场的这类男型徐凯吧 也不知道是头皮屑过多 还是西服上本就有的装饰 徐凯真的把西服 穿出了皱巴巴的邋遢带 你说穿得透视黑丝内衬我就忍了 你这枚胸肌硬露的做法 真的是让人欣赏不来 再戴着个非主流圆形项链 真的是流利流气的 一时间 竟对她的性别也恍惚了起来 跟这位带着博士轮眼镜出场的孙杨演员 简直就是卧龙凤厨的最强组合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再来看看 接下来出场的女演员张静一把 可以说这个女演员 诠释了什么叫做白色姨妈风 少身八十年代的绿色吊带 下面七十年代的白纱长裙 穿在她身上真的是看不出一点美感 镜头对练 那脖子上的凸起的经络 五十公分宽的大嘴 嘴角的法令纹 坚挺的鼻头 黑色的眼带 大家说 这难道不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穿越回来的老阿姨吗 和接下来出场的钟楚希相比 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 同样是以大姐风出道的钟楚希 当晚的装扮以中国风默染烟云长裙为主 标志性的烈焰红唇为辅 成熟性感这四个字在钟楚希的身上展现得连离尽致 对脸镜头一笔 大家请把大姐大这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真的是不比不知道 一笔吓一跳 接下来出场的金晨 我真的是一言难尽呀 你说咱没有身材 就别穿这种显身材 吃体型的深迷长裙了可以吗 再配上这副整容追子脸 尖酸刻薄这四个字 你诠释的是真够形象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金晨的一出场 敌意就非常重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在庆余年二里出演夜灵儿缘故吧 同样是庆余年二剧组的林婉儿 李庆一出场 那伴随的就是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一身公主风心钻长裙 体态丰满 颜值再现 鸡腿姑娘依旧稳定发挥 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出场的那扎 怎么看起来这么瘦 甚至比金晨兜瘦 感觉这样骨瘦如柴的感觉 完全影响了那扎的颜值 感觉很憔悴的样子 配上这个八十年代的姨妈头 无神的大眼 和那扎当晚的这身低胸凤纹满礼服 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凄凉感 未免太有点性缩利了吧 可以说 当晚的那扎真的和拿着糖葫芦出场的甜细微相比 有的一拼 头戴花圈 裹胸睡衣风长裙这身 那鲜瘦的体型 感觉风大蝶 都能被吹走一样 不同于那扎的古树如柴 甜细微的身材虽然干扁 但是年龄还小 颜值还是非常能打的 迷人的小酒窝 清澈的大眼睛 清纯的笑脸 真的是古灵精怪 活灵活现 在惊讶闹响 终究在张星成的面前败下阵来 针对张星成当晚红毯的妆容 势必要单开一个小标题来好好分析一下 咱就是问一下 张星成先生难道是在 COS18世纪法国贵族黄飞的装扮吗 上面一圈非常宽大的尖袖 下面裹胸竖身长裙 这样对比地看下来 你就说有没有纳位吧 从当晚张星成的动作上来看 下面的裹腰肯定乐得很紧 把胳膊和手都撑得放不下了 但是不得不说 张星成的颜值真的非常抗大 镜头对镜 那精致的五瓜 俊朗的外形 甚至都有点彭于燕的济世感 但是遭不住这一身奇葩的装造给拖后腿呀 要是当晚张星成能换一身装扮 肯定更能展现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结语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次上海的GQ创意 红毯这么看 你觉得哪一位明星最好看 是你的菜呢 你觉得哪一位装造最炸裂拉胯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看法 积极地讨论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